一年一度的宗教盛世 大甲妈祖绕镜将在今晚11点钟起假 今天傍晚5点钟上教典礼 是由马英九总统主持 整个过程很顺利 但就是麦克风不听话 当总统致辞的时候 他发出了尖锐刺耳的声音 总统只好晾在一边 这也让身为主人的董事长 严清彪尴尬极了 下午准时5点上教典礼开始 表示大甲妈绕镜就要动起来了 总统马英九没缺席 立法院长王津平也来了 亲自供应马祖上教 一切都很顺利 偏偏麦克风怎么这么不给面子 阿飞 阿飞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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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飞胸真是球大了 董事长严清彪不管位置怎么瞧 麦克风还是老样子 阿飞胸 感谢我们马总统 在国主教返忙 专程来 请我们马祖婆 请专礼 麦克风换了再换 终于搞定了 化解小尴尬 马总统赶紧来个小猜谜 缓和缓和 马祖婆是哪一天生日 大家知道吗 3月23号 大家都知道 大甲妈晚间就要起架绕进去 由马总统的加持 镇兰宫附近一带已经人挤人 去年绕进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烟火秀 今年要再加而言 一小时 十万烟火齐发 耗资千万 还会来点不一样的绕进水舞秀 还首次配合手机APP软体 让全台民众可以随时封马祖 大甲妈绕进 这一趟九天八夜 晚间十一点就要起架 预估十万信众涌入 大甲妈要大家 拭目以待 中文新闻张亚 请詹品宏 阿公亚麦 SNG小组台中采访报报道